特大喜讯 就在刚刚 中国拿下了世界上最大的矿山 澳洲铁矿可能惨遭替代 中国铁矿石也可能被改写 有个机会可千万不能错过 就在不久前 中国中立集团和英国利托集团 合理拿下了世界上最大的矿山 在几雷亚境内的西芒杜铁矿 这是当今世界已被探浓的最大铁矿 拥有21吨的铁矿石资源储量 而且品质要比澳大量高很多 目前第一期的开产量就高达8000万吨 专家预计 这个项目每年可以出口铁矿石 1吨 可以代替澳大利亚铁矿的进口 这块大的蛋糕 几雷亚政府和全球铁矿石巨头 一直都在盯着 但是现在被我们拿到了 中国被澳洲铁矿石卡脖子的困境 就迎刃而解 那么会不会对当前铁矿石价格有影响呢 我的观点是 短期影响不大 但是会带来中期的影响 短期看 铁矿石已经没有明显的利空 逐渐回归到基本面 库存方面已经连续五周下降 港口的现货成交也非常活跃 钢厂的铁矿石需求呢 也不错 起了带动作用 所以整体来看呢 短期是一个偏强的格局 但是中长期来看的话 我们有了更多的定价权 国内的企业和海外的矿产合作 我们可以享受更低的成本价 我是萧子 更多的期货知识 关注我 抖音